最近韩剧《请和我老公结婚吧》 上线改编自同名韩国漫画 主演朴敏英 罗中赞 李一庚 宋世云 共16集 2023年4月12日 这是被他老公敏患 以及闺蜜秀敏杀害的日子 如果没有意外发生 那么志愿的人生也将就此落幕 所有的不甘与愤恨都化作尘埃 但是我们要的就是意外 是的 女主重生了 上一世的成功企业巨头 已一个个在脑海里浮现 志愿即将开启新的生活 自己拥有这十年的记忆 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首先是身体检查 确定了自己现在没有癌症 就一定要保证自己有个好身体 就在计划稳步进行时 志愿与志鹤又在图书馆相遇 多次的接触 让志愿对他有了新的认识 比想象中的更帅温柔体贴 同时也让自己找回了工作的自信 但是伤疤的事情也让志愿猜测 该发生的事情似乎还是会发生 来到第二天 志愿开始验证自己的猜想 无法躲避的腿伤 敏欢卖出了罗伊沾塔尔股票 面对闺蜜秀敏的关心 志愿已经有了新的打算 你贪图我的垃圾 那就由你处理掉 和我老公结婚吧 新的一集中 江志愿某天收到闺蜜的精品假货 但江志愿知道郑秀敏是要陷害他 打算想让江志愿在大学同学们面前出囚 江志愿差点与朴敏欢 发生一夜情 他想在同学聚会前用化妆来弥补自己 但这并不容易 这时柳希燕联系了他 两人在同学聚会前 进行了一次推心致富的谈话 在这个过程中 江志愿告诉他 自己在高中时曾被人欺负 他想把自己的黑历史改成历史 对此柳希燕说 我迫不及待地想帮助你 他向江志愿介绍了自己喜欢的商店 帮助江志愿完成了转变 江志愿想要的是180度的改变 而不是平淡无奇的改造 所以他说 我想要重生 结果他把发型改成了短发 穿上了裙子 变成了女神 好在有刘希炎的帮助 江志愿以重新投胎的外貌 成功惊艳大家 也顺利化解当年被郑秀敏诬陷的任何谣言 郑秀敏的绿茶事迹 一一被揭露的同时 校友们还是站在了秀敏一边 他们要求江志愿道歉 说他们知道他已经和白恩号分手了 江志愿非常失望 因为无论他说什么 校友们都不相信 他 白恩号出现了 他说 别的我不知道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我没有和郑秀敏交往过 白恩号的突然出现 让郑秀敏像个骗子 当白恩号问 你喜欢我吗 10 江志愿尴尬地走了出去 这一切都是刘志愿设下的圈套 刘志愿曾在同学会前去看望白恩号 鼓励他参加同学会 还救了江志愿 让他不要和朴敏换过夜 当刘志愿看到江志愿从同学会出来时 他说 你怎么能这么漂亮地去参加同学会呢 看着江志愿和白恩号 他感到很嫉妒 因为他们在谈论学生时代时 江志愿和白恩号都感到很惊讶 意外曝光 江志愿跟白恩号当年无疾而重的恋情 竟也是郑秀敏一手造成 原来当年谣传郑秀敏称跟白恩号交往 江志愿确计于郑秀敏的男友 起料白恩号突然现身同学会解救江志愿 证实没有跟郑秀敏谈恋爱 因为他喜欢的人是江志愿 江志愿被白恩号晚了十几年的告白吓到 原来他们都是彼此的初恋 但现在因为阴错阳差的误会影响 即使错误一一导正 解开目前有了正牌男友朴敏患 爱慕江志愿的刘志和 罗人有事的存在 江志愿跟白恩号的关系能否有进展 白恩号的突然表白也令男主心声嫉妒 于是男主打了电话并且对女主说 志愿对不起打扰你了 我周末临时有些事情需要你来帮忙 你现在有时间吗 而面对初恋的表白 女主也有些手足无措 于是答应了刘志和 不过白恩号并非一无所获 女主把电话号留给了他 而在女主打出租离开的时候 白恩号和刘志和两个人面面相去 白恩号明白了一切 看来自己的表白令男主心声嫉妒 两个人俨然是情敌的关系了 而男主也没有说谎 他确实有工作要做 而女主也很快赶了过来和男主会合 男主感叹道 不就是个普通的同学聚会吗 为什么打扮得如此漂亮 刘志和把白恩号找去同学会 给江志愿解围 可他没想到的是 请神容易送神男 白恩号看到漂亮的初恋 内心的爱慕又燃起来了 还要了志愿的电话 如此一来 刘志和的极度兴起了 原本孤瑟婷的同学聚会 就是绿茶女的一个局 他还想象在学校里一样 玩心眼耍心机 与狐朋狗友们一起嘲笑江志愿 嘲笑完之后 他再站出来当个老好人 里外讨好 重生后的志愿 在同学会上给了他狠狠的一记矮光 不但让这个绿茶女颜面无存 还把所有陈年就是翻了出来 让绿茶女出丑恩次 带江志愿走后 夏瑞一伙就开始掉转枪头 讥讽绿茶女 可绿茶女怎么会吃这一套 与他们几个在饭桌上大吵大闹 尴尬之余 还想去打电话质问江志愿 到底要干什么 可惜人根本不接她的电话 让她气得发抖 就是不理她 等她从厕所回来 同学聚会早就散了 剩下她一个小丑 绿茶女越想越生气 于是坐在江志愿家门口 堵她回来 恰好在门口遇见了同样鲨鱼而归 想去河边烧烤掉妹子的渣男狗患 两人臭味相投 都在等江志愿回家 密码被换 他们只能找了个吃饭的地方 吃着吃着 两人就看对眼了 估计他俩就是在这个时候勾搭上的 关于白恩浩谈恋爱的问题 正常的事件应该是 白恩浩喜欢江志愿 给她写了情书 结果志愿没有收到表白信 反倒是被绿茶女看到了 不仅如此 她学着江志愿的口吻与笔记 把她臭骂了一顿 狠狠拒绝了她 搞垮了白恩浩之后 她又继续搞江志愿 说她搞黄了自己和白恩浩的恋爱 就因为她的这句谎言 江志愿被夏瑞娜群小太妹 欺负了三年 江志愿死了之后 刘志鹤参加了她的葬礼 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很后悔自己当初没有和她在一起 没有追求她 并且还听到了姑色亭的同学聚会 这才有了后面的姑色亭的救援事件 肉肉吸盐与刘志愿是兄妹的事情 被江志愿发现 她原本以为刘志愿喜欢自己 可她并不知道兄妹这层关系 所以她误会了他俩的关系 对刘志愿死心了 而坏女人正秀敏这边 这时忙着收拾烂摊子 并且一直嘴硬 告诉三位女同学 我干什么要那么做 我是志愿的朋友 我怎么可能那么对待志愿 不过同学们都清醒了 并且指责郑秀敏 志愿之所以在高中会被欺负 都是因为你 郑秀敏这时发了标 你们这些疯女人 明明是你们欺负的志愿 现在居然都反过来怪我 最疯狂的误独特别的 这种病之后 把什么都别换 他一误狂的误狂的误狂は